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朱虹的墙壁、金粉的高筑 撑起了盘龙座椅 撑起了九州春秋 撑起了封建王朝下君王不可一世的威严 它也是中国历史文化丰富内涵的核心 是世界上最丰富、最重要的中国古代艺术品的宝库 无数的奇珍异宝被珍藏于此 使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 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示 这座金辟辉煌、气欲轩昂的庞大宫殿群 不仅仅镌刻着历史的印记 更蕴藏着古人的匠心与智慧 它是古代工匠的智慧结晶 在故宫的异议光彩之中 一位伟大工匠的名字浮现在人们眼前 他就是被明朝皇帝赞誉为 快鲁般的木工快祥 在他的技艺和匠心之下 牧师之才不仅变成了华美的宫殿 更冲破了时间的枷锁 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象征 从一介不一的平凡匠人 到皇城建造的总工程师 快祥到底有着怎样的技艺与匠心呢 从能工巧匠到位列朝臣 快祥又有着怎样优秀的品格 令其历经几朝天子仍备受器重呢 江苏师范大学教授潘天波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轻轻讲述系列节目 好物有匠心 第七集 木工快祥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走进中华工匠 分享工匠故事 感悟工匠精神 大家去过百经啊 一定会去天安门转一转 还有故宫 那么天安门 古代称之为成天门 故宫在古代叫紫经城 紫是紫为工 静呢是静子 一般人是被静子入内的 非常的神秘 那么陈天门和故宫到底是谁制造的呢 在学界啊 说法不一 在我个人看来 陈天门和这个紫经城啊 它是皇家主持营造 有当时的工部具体设施 那么工部下面 自然就是很多的工程建筑队了 相当于今天 我们的建筑包工 那么这个建筑包工里面 就有动用了大量的工匠 但是留下姓名的却是不多 我们很难知道 建造紫经城到底有多少工匠 那么不乏有幸运者 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木匠 款降就被历史记录下来了 那么款降为什么会被击落下来呢 因为他迎接了陈天门 他参与建设了紫经城的三大殿 由于他非凡的技艺 独到的手艺 所以啊 他被皇帝称之为款鲁班 那么这样的一位人物 最后他走向了当时工部的一个官位 叫工部四郎 他从一届平民是如何走向工部四郎的呢 他用怎样传奇的人生 还有在建造紫经城的时候 有哪些非凡的记忆呢 今天我和大家就一道走进款降 走进款降 营造紫经城那不为人知的故事 首先我们讲一下款降是哪里人 我们来看年仙中实录是怎样记载的 降直立无限人 降就是款降直立 什么意思呢 就是直几隶属 无限就是今天的江苏无限 那么他生活在无限的什么地方呢 叫香山 这个地方交通非常发达 西边可以入长江 上面有运河直达百方 东边面临大海 旁边还有太湖 家乡非常富裕 非常富裕啊 造房子的人就非常多了 造房子多了 那么就自然形成了一个帮派 什么帮派呢 叫香山帮 是一个工匠帮 这个帮派 它是由工匠组成的一个大的团体 小道名载 大道宫殿 从江南的园林 到江南的寺庙 无不建筑 那么这个工匠帮啊 不仅在南方建筑 他还走南传北 到百方去了 那么他为什么到百方去呢 他到百方做什么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段 史料是怎样记载的 永乐宗父佛 能足大银善 为目共守 以老告退 降代之 这个史料啊 尽管是也史记载 但是啊 它有可信之处 其中 讲到了永乐宗 就是款乡到北京 迎建紫禁城的年代 大约公元1417年 这个福是谁呢 就是款乡的父亲 叫款福 有的书上呢 又把它记载为款富 总之他的父亲呢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木匠 而且在当地 原来也是工匠手 带领乡山帮的人 走南闯百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父亲呢 由于年纪大了 做事情 肯定不顺手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父亲就推荐 他的儿子 款乡 到哪里去呢 上百斤 所以后面 有个乡代之 就代替他的父亲 上百斤 营造紫禁城 那为什么要到北方 去营造紫禁城呢 永乐大帝 不是有一个南京皇宫吗 这我们就要讲到 永乐皇帝 此时他要迎建 第二个首都的想法 朱棣为什么要迎建 第二个首都呢 实际上从朱棣登基的时候 他已经有这个想法 为什么呢 因为朱棣本来的封地 就在百方的这个燕京地带 所以他到了南方啊 气候很不适应 最大的麻烦是 1402年登基的那一年啊 在南京城 就是当时的英天府 明朝的第二个皇帝 建文帝 在大火中被烧死了 但是不是烧死的呢 很多人传说 没有被烧死 有人说 他可能逃走了 尤其是在1403年 有一次上朝的时候 建文帝的一个大臣 叫景清 还忠于建文帝 所以就刺杀这个朱棣 所以这个时候的朱棣啊 他的心情非常的微妙 他一心想离开那个地方 刚好他下面的大臣 有建议他迁都百京 那个时候的百京 人口很稀少 所以这个时候的永乐大帝 他紧接着要做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要移民 皇帝赵高天下 凡是愿意到百方生活的 减五年 所以这个时候把南方 江泽一带的很多富裕的人 迁到了百方 这是要做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要备料 准备材料 所以这个时候 苏通大运河 也是为了便于 把南方的物资运到百方 更是为了建筑紫禁城的方便 所以这个时候 开造大运河又开始了 这个准备材料是非常艰辛的 我们大家想一想 雄伟的天安门 其实旁部的紫禁城 那么大的一个建筑情 他需要多少的木料 族族准备了十一年 从1406年 一直准备到1417年 就是永乐宗 材料准备好了 第三件大事 那一定是要什么 来召集天下工匠 那么这个时候的永乐皇帝 他自然会想到谁 一定是款服 因为明南京皇宫 就是他营造的 他具有高超的技能 尤其是营造大建筑的技巧 不光如此 永乐皇帝还看上了款祥父亲 他手下的那一帮工匠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香三邦 这个香三邦 里面的工匠 各个都是高手 木匠 瓦匠 泥匠 柴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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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漆匠 柴匠 有高手 但是这个时候 由于款祥 他的父亲年纪大了 所以 款祥自然 就代替他的父亲 摆上 迎接紫金城 就这样 款祥 来到了白京 来到白京以后 款祥接受的第一项任务 又是什么呢 他能不能胜任呢 毕竟当时是一个 阿萨随不到的小伙子 能不能胜任 我们四目以待 并是刚刚从香山来到顺天府 年龄不足二十岁的快祥 那么面对如此重要的工程 年轻的快祥该怎样完成任务 他又是凭借着怎样的记忆 脱颖而出的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段史料 《明仙中实录》这样记载 以木工起义 立功部 金鱼起义 这三句话 有三个信息 第一 木工起 就是它以木工起家的 大家知道中国古代的房子 都是木制结构的 第二个立功部 立是立属 公部 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信息呢 就是当时的款项 它是立属于公部下面的一个工匠手 皇家的一个工匠 这在明代是了不起的 最关键的是下面那句话 金鱼起义 你想啊 陈天门是皇城的城门 是紫禁城外围的第一道门 那是象征着皇家的 那是象征着皇家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建筑 交给了一个阿瑟西不到的小伙子 那自然它有独到的本领 我们的史书里记载 它金鱼起义 款项的记忆很多 我在这里选三点 哪三点呢 也就是款项的三大绝技 哪三大绝技呢 第一项绝技 金鱼计算 第二项金鱼绘图 第三项金鱼绳毛 下面我们来一一说的 首先来看一看它金鱼计算 这个时候营造陈天门当时的总负责人 当然是公布了 负责公布的当时一个人叫宋礼 那么宋礼下面 是具体营建的一个部门 就是四郎部门 四郎部门谁负责呢 叫蔡信 大家知道蔡信是一个大的建筑家了 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特别擅长于皇家建筑的那个装饰艺术 这个时候的蔡信 相当于一个项目经理 就是公布把这个事情就交给了这个项目经理 蔡信 蔡信来具体迎见这个陈天门 但据史书记载 蔡信这个时候他年纪也大了 所以他把这个工程就交给了当时的木工手款项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蔡信把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项目交给了款项 款项一定有过人之处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来看一段史料 它是怎样记载的 用词准度 若不经意 即造成 已知元所 不差好理 什么意思 就是他用词非常的准确 看上去不经意 但是一旦成功了 已知原来那个位置 一点都不差 在木匠行业里面有一个术语 叫木匠看尖尖 袜匠看边边 这句话道出了木匠和袜匠 他们读到的一个记忆是什么呢 木匠他用词要准确 用词准确的那个尖尖角角 达到了原来想设计的要求 如果它的尺寸不准确 那么它造出来的家具也好 房子也好 尺寸不准确 就产生了尖尖 就很凹凸不平了 那袜匠肯定是要看边边 袜匠用这个袜刀弧 这个平面好弧 但是这个边边角角的 它要把它弄起就很困难 这个款匠 它就是用尺非常的准确 准确到不差好理 我想一定是蔡仙 看上这个款匠的一个理由 那么款匠接收了 这个重大的任务之后 它是不是按照既定的目标 去营造这个腾天门呢 能不能展现它精于计算 精于尺寸的这个记忆呢 这里我们要讲一个小故事 什么样的一个小故事呢 就是当所有人把目光 就交在款匠的身上 这个时候的款匠 凝止以后 他们自己关起来了 躲在一个小房子里 外面那么多的工匠 都在等待着款匠的命令 要干活啊 最着急的还不是工匠 那是蔡仙啊 你说蔡仙她是一个项目经理 她是负责要迎建这个 陈天门的 她能不着急吗 这个时候的蔡仙啊 就禁止地去找到了这个款匠 可是她不开门了 这口机坏了蔡仙 那么蔡仙直接把这个事情 上报给公布的总负责人送你 那送你一天很惊讶啊 这可了不得 不安息完成 很难交差 所以送你突就找到了款匠 敲门敲开了 敲开了以后只进款匠 没有说任何话 坐在一旁继续做她的事情 送你一看 玄子的心放下来了 不着急了 那么她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第一 看图纸 一进款乡的那个小屋 满屋的都是图纸 图纸上绘制着 陈天门的位置 前三大殿 后面的宫殿位置 那么所有的房子 都在上面标志着数据 精确地计算 它的位置在什么位置 蓝白正轴线的这个比例 第二件事情 他还在他的那个工作台上摆了很多的模具 他把那个陈天门 陈楼 做成一个模型 细致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微速的 把它放大 就是一个针对陈天门 第三件事情 他细计算 计算什么呢 计算陈天门 所要使用的 砖块 木料 以及它的位置 都写在那个图纸上 那么经过这样的准备以后 快箱 赶快 马不停提 分配手下 所有的工具 开始动起来 按照它的微速的模型 开始建造陈天门 毫无有匠心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款箱 为了营建陈天门 它实行做了大量的工作 匠心呢 体现出它精予计算的一个精神 相传 它不浪费一根木料 也不浪费一块砖 精打细砖 到这个程度 坊间 流传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呢 就是 款箱 在营建五门的时候 拆五门台阶 为 铺金砖的故事 就是 皇帝 朱棣 和大臣们 去验收这个五门 大家知道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 皇帝来视察验收他的工程 一步一步地走上五门的顶楼 也许是朱棣皇帝走累了 他说了一句 台阶这么多 不足以显示 五门的这个威武 崇高 县三个月内 拔高五门 麻烦了 三个月怎么可能 拔高啊 为什么 大家知道 照这个五门 他需要什么 从南方运来的很多的 石料 木料 那不是一天两天能运来的 但是 这个时候 在一旁的款乡 胸有成竹地 答应了 好 三个月之内 保证完成任务 绝不拖沓 等 大臣们走完以后 款乡 招来了 他的一个老乡 专门 负责 铺 地上的 那个石板的 一个工匠 把原来的台阶拆了 全部铺金砖 所以 这个工匠 接受了命令以后 马上 开始动工 这个金砖呢 为什么叫金砖呢 就是这个 金砖 它非常的宝贵 像金子般一样的宝贵 实际上也就是 莲齿建方的 一个大方砖 雅称叫金砖 非常的金贵 金贵的什么程度呢 当时 有一个说法 叫 一两黄金一块砖 那么 在工程 进行到尾声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工匠来了 来到了 款乡面前 气喘吁吁的 紧张兮兮的 好像出了什么事情 所以款乡连忙问到 你有什么事情 难道工程商 遇到什么麻烦吗 这位工家 他说 差几块砖 大家知道 款乡是 金鱼计算组成 经过他计算的 这个金砖 怎么可能能少呢 何况这个金砖 特别的珍贵 少一块不得了 另外这个金砖 很早以前就运来了 现在如果差那么几块 到南方去 经过运河 再运到百方 那时间长了 三个月要八高五门嘛 那就不能完工了 这个时候 款乡 微笑的 对这位工匠说 我看不大可能 你还是找找吧 是不是被别人 拿回家了 果不其然 这位工匠 来到他的宿舍 结果发现 有几个人 把砖 放在他的床底下 被人偷了 五门的建设 虽然产生了 两次的小小风波 第一次 拆五门台阶 拔高成楼 第二次 铺金砖 都出现了小小意外 但是最后 都顺利地完工了 从这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出 款乡 它精于计算 你想 它计算的那个砖 一块都不插 一块尿都不废 这样的好木匠 这样的引荐大师 谁不喜欢它呢 靠着拆除一部分台阶 再加上铺设黑亮的金砖 所带来的视觉效果 凯翔竟然让皇帝 认为不够威严的五门 奇迹般地长高了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 这只不过是利用了 人眼的视觉误差 形成的心理错觉 但是 在凯翔生活的明朝初期 这样的本领 却让这位能工巧匠 再次赢得了皇帝的赞许 凯翔被当时的人们 称为拐鲁般 意思是他堪比木工的祖师爷 那么这位建筑领域的巨像 还流传下了哪些 令人称奇的绝技 他又为什么最终 能够入朝为官呢 款乡它不仅精于计算 它还精于绘图 那么它在营造紫禁城的时候 展现了哪些绘图的本领呢 我们来看一段史料 是怎样记载的 凡殿阁楼蟹 以至回廊去语 随手图之 殿 就是殿堂楼阁 楼蟹就是土台子上面的房子 叫楼蟹 以至回廊去语 走廊 去语就是那个屈屈指指的方言 随手图之 这个随 非常关键 款乡 它的精于绘图 它精到什么程度 那就是随 随时随地都能画 随心所欲都能画 能达到这个程度的 它一定是大师 大家知道 在宫廷里面 修造房子 有一样独门绝技 那是必须要有的 那就是画龙 坊间传说它 双手会龙 两手合一 说明它的记忆 非常的精湛 这样的一个精湛的记忆 来自于哪里呢 难道它是天父吗 我想用三个词语来概括 第一 加成 第二 勤奋 第三 动手 什么叫加成呢 大家知道 款乡的父亲 款福 款福的父亲 款斯明 也就是款乡的爷爷 三代人 从事 建筑影上 这个款乡 从小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 因为在古代 工匠 它是有降级制度的 不能脱级 父亲是工匠 儿子也是工匠 所以这个款乡 从小就跟随他的父亲 款福 已经开始营建 房子了 所以那个时候 他已经掌握了一个什么 营建大型宫殿的独到记忆 除了加成以外 这个款乡 他特别的勤奋 勤奋到什么程度呢 传说他小时候 能把建筑图书倒背如流 凡事涉及到建筑的图书 他都看 他尤其崇拜一个人 叫李戒 这个李戒是什么人呢 他是宋朝的一个建筑大将 他写了一部建筑图书 叫《营造法式》 据说款乡对这部图书 倒背如流 不光柔死勤奋 他还善于动手 亲手实戒 从不止上谈兵 边看书边实戒 所以他获得的知识是什么 是真知识 正是由于他家乘的缘故 勤奋好学的缘故 以及他勤于动手的缘故 是他金鱼会图 那么除了金鱼会图之外 管乡还有一样独到的绝技 是什么呢 金鱼 孙毛 孙毛大家一定知道 它是中国人的智慧 也是中国阴阳哲学的智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突出的那个部分 毛是傲向的那个部分 所以突出和傲向的构成一个联系的方式 中国古代造房子 它是不需要一根钉的 全是什么 孙毛机构 这个款乡它的孙毛机构 非常地擅长 史书上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就是有一天 他在修建太和殿的时候 一块造好的门槛 被人剧断了 这个门槛 它不是一般的门槛 那个时候叫金门槛 什么叫金门槛呢 黄金的金 像黄金一样珍贵的门槛 带着的门槛呢 在中国古代建筑里面 它的这个非常具象征的意味 什么象征意味呢 每一个房子都要造门槛的 如果没有门槛 它不成房子 门槛干什么呢 阻挡家里的金钱财宝流出去 外面的这个不利于这个主宅的 一些乌烟砸气的东西 也被阻挡在外 所以这个门槛非常重要 那个门槛的材料很特殊 特殊在哪里呢 它是栏目造的 没有一年你是运不来的 那么此时的款项 他知道 可能来不及了 于是他集中生智 因为他善于神贸 那么他就叫来了 当时的一个山西的护家 把断掉的那一根木料 再锯断 那在一旁的蔡新一看 就发呆了 那不行啊 你不能再锯了 再锯断了 这个门槛怎么放啊 那么款项就指示那个木匠 单锯无防 没关系 锯断以后就变成了两根 然后他把这个两块的这个栏目 每一边用笋毛结构 放置在这个门的两边 这个栏目的一端呢 用吊上龙头 龙头里面还有龙珠 那另一端呢 变成一个什么 笋和毛和门旁相接 那这样就是什么 能够活动了 活路的门槛 当永乐帝来验射的那一天 两个龙头往上一翘 靠在了门边 皇帝抬轿子就能什么 很通畅 那么这么一个半自动化的门槛 得到了永乐皇帝的大战 高兴地就点赞这个款项 你真是在世的老板呀 以后你叫款鲁班吧 款鲁班的名字啊 就是这样得来的 由此可以看出 这个款项 他精于笋毛 年少有为的款项 既精通计算与绘图 又能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笋毛结构 应用的炉火纯青 快翔在完成了故宫的建造之后 深得皇帝的喜爱 他的技艺与将心 不仅仅造就了好物 更是为自己赢得了 位列朝臣的机遇 那么 多次让永乐皇帝 印象深刻的他 会得到怎样的赏赐 即将平步青云的他 又是否能够保持 自己作为一名将人的初心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段史料 立着太普少卿 随为公布右四郎 转左四郎 这个着就是提拔的意思 这个太普少卿 就相当于一个管马镇的副官 为什么让款项去管马 我想很有可能和他运送材料有关系 因为古代这个运送这个木块 尤其是大石块 他是用马来运的 那么随为公布右四郎 这个四郎是一个副官 公布的一个副官 一开始他是右四郎 到了1456年 由于他着觉的技艺 精湛的手艺 为皇家迎建宫殿 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么就把他着身提拔为 左四郎 提拔后的款项 是不是飘飘然呢 没有 款项到晚年 他仍然保持三个状态 第一个状态 不成监狱 就是不做教子 第二 工作不减 虽然年纪大了 他工作还不减 他还是修缮紫金城 最可贵的是 他作为一个公布左四郎 他为家乡的人民请命 就是晚年他回到家乡 红涝灾害的时候 他亲自上百金 让皇帝加少赋税 得到大家的认可 那么款项 凭借自己的才华和手艺 以及他的精神 影响了乡山人 因为皇帝对款项的 认可 赞许 他们感觉到了 只要你有手艺 还是能够走向 仕途的 同时 款项的精神 也影响了中国的工匠 款项是中国建筑的 太岛 他把南方 苏州园林的建筑风格 带到了北方 他也把北方 营建 防制的技术 带到了南方 所以款项 他在这一点上 尤其是在南北文化交流上 他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以至于形成了中国建筑里面独特的工匠精神 这是款项 给今天的影响 公元 1481年 款项 离我们而去了 款项走了 他的精神还在 他一辈子 为了他的艺术 而奉献自己的青春 他不愧为是中国建筑界的泰斗 他不愧是人民的工匠 他也不愧是皇家眼中的捆鲁班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